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真的是有钱人才在国内旅游 不过说到海外旅游的话就一定要搭飞机 而这群人他们也是光荣回归 而且总统还派战斗机去迎接他们 对啊本届的亚洲奥运终于画下句点了 我们的台湾代表团在杭州亚运 这次夺下了总共19斤 20银还有28桶的好成绩 也追凭了对时的最佳成绩 恭喜恭喜 我们上周的节目才去到亚运 再上一线拿下了17斤的记录 没想到吧 今年立刻就打破了这个记录 而我们的总统蔡英文也只是说 这次要比照2018年的亚加达亚运 还有2020年的东京奥运 会由空军派前两架F-16军机 陪伴亚洲代表团的亚洲英雄回台湾 而谈到台湾总统派出F-16 两台军机去迎接我们的亚运选手归队 此时此刻right now Israel 以色列跟巴斯特尼也就是巴勒斯坦 也对空交战了 这次是因为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叫哈马斯 在7号的清晨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突袭 还发射了数千枚的火箭弹 也越近越杀了他们的军民 不过以色列也不甘示弱 派出战机轰炸加萨来报复 紧张的局势持续升级 相较于台湾刚庆祝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 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台湾可以安居乐业 而此时此刻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对异 死伤的情形看起来也还会持续的在扩张 在台湾的我们是不是也特别的有感触呢 而说到对立 最近在国内虽然没有到引起战争的一触即发 但这件事情在PTG上也指报了 这次的指报呢发生在我们的教育部 9月的时候呢 他们在YT频道上推出了一支叫做 0到6岁国家一起养宣传广告片 0到6岁国家一起养指的是养小朋友吧 没错他们就是要提倡家庭育儿的观念 但没想到的内容就引发了热议 说这么多我们不如先来欣赏一下 这个已经被下架 但是被网友备份的影片画面 妈 那不是说不用买 大宝特赛小宝国人分都要钱呢 不啦 大宝公用每个月只要一千 那小宝有育儿津贴 心很大啦 你看这样喔 绝对是有什么要求 妈 明天我公仔嫁要你这 帮我养手一下喔 蛤 你还算是什么啊 换了钱呢 那当然买更有用的东西啰 是啰 在 0到6岁国家一起养 我刚才听完了这一段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完了 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这广告黑的内容呢 就是一对带着小孩的父母呢 回到长辈的家里面 爸爸的角色呢 就拜托自己的妈妈 也就是奶奶 代收他订购的公仔包裹 而这个奶奶呢就质疑说 都已经当爸爸了 还在玩那种公仔喔 这句话是不是让很多的年轻的 听众朋友们爸爸们 特别有感 好熟悉的一句话 后来呢 奶奶就擅自 把这个买公仔的钱退货 改拿去买婴幼儿的玩具跟图书 而妈妈的角色呢 还在一旁很开心的 拿起这个玩具跟图书 摆出pose来 影片的最后呢 就收在爸爸惨叫的说 妈 的声音里面 原来这段影片的口述影像是如此啊 可是怎么听都觉得 好像还好吧 你也知道 我们之前曾经讨论过很多 家中男性角色的玩具 跟公仔 擅自被老婆拿去送人 或卖掉或丢掉 这样子的冲突 其实在乡民的心中 是还蛮血淋淋的 而且好像也直接犯了大忌哦 因为有点不尊重吧 毕竟不管是不是为夫妻 男女朋友 甚至是爸爸妈妈擅自做主张哦 就把这一些公仔啦 或者收藏品给处理掉 哦 好像哪里怪怪的吧 所以呢 这影片播出之后 想当然而就引发了网友的不满跟批评 而且当时的YT倒战数更是突破4000 为什么说当时呢 是因为这个影片已经被下架了 没错 而且不止下架 教育部还直接在YT频道上正式公开道歉 而且我看他们道歉的形式 还分做三个阶段 先发了正式函 然后呢 小编还上件道歉 最后 连咱们的教育部长 好像也在网路上道歉 没错 我们的教育部长潘文中呢 后来在脸书上 亲自表达歉意 表示说呢 会跟主管部门检讨 也向国人保证 会持续掌握社会沟通 成为工作重要的环节 也替教育部的理念跟价值把关 其实潘文中 教育部长 在同一天的第三关的道歉 我们来看看 前一轮也就是 教育部的小编也出来道歉 而且也解释了说 为什么 这部YT的影片 到底违反了什么样的核心价值 跟素养 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教育部小编就叫雅婷 雅婷也在道歉文中表示说 这支广告在推广政策的时候 提出了不合时宜 又冒犯的情节 这样的剧情 违背了教育部社群 还有课纲中的家庭教育 性别平等教育 以及人际关系的核心素养价值 在制作广告的过程当中 仅聚焦对于政策的理解跟联想 未能遵循教育部过往 提倡的理念跟价值 不过也有很多的网友 其实是不能买单的 就认为说这些影片的拍摄 虽然都是公开的招标 但是里面一定也会有一些 脚本的审查 还有委员们的点评 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可以验收得过呢 所以究竟是这些委员 还有这些拍摄的团队 甚至是政府辅方 他们本来就认同这样的理念 到底是对于政策的理解跟联想出了问题 还是他们其实完全也忽略了 当时所抛出来的这些素养啊 理念跟价值观的认同 而我们的知名律师吕秋元就表示说呢 这个广告 其实内容已经涉及了犯罪的行为 犯罪 criminal 有没有这么严重 而且这个影片 算是广告没有错啦 因为这个广告 这个0到6岁国家养的政策嘛 好啦 既然大律师都出来说 这有犯罪之实 那究竟犯了什么罪 比如说呢 请妈妈带收公仔 但妈妈擅自把钱 拿去买了其他物品 这就已经犯了亲属间的侵占罪 哦 对啦 因为毕竟这笔钱财呢 也不属于他的母亲所有 而且呢 是由儿子委托给妈妈 请他在收到公仔的时候呢 带缴这个货款 但没想到母亲呢 就把他侵占了 甚至呢 还把他的货物给退了 拿去买其他的东西 这很明显就已经是侵占了 所以呢 半年内 儿子都可以提高自己的妈妈 但是有哪几个儿子 敢提高自己的妈妈呢 不过呢 这属于告诉乃论罪 只要在半年内不提高的话 妈妈就没事啰 所以妈妈 你还是不要侵占人家的财产 上座主张哦 下次呢 还是乖乖把货款给付了吧 而旅秋眼律师呢 这次也针对教育部所拍摄 这部颇有争议 以备下架的影片 做出了一个十大重点的整理 第一项重点 教育部对于年轻人的想法完全不了解 他们解决少子化的方式 就是让妈妈自作主张的 把属于儿子的钱花在孙子身上 这一点有点矛盾呢 毕竟教育部长潘文中他有说 组建社群团队强化社会沟通 是他其实在2019年呢 回任之后最重点的工作项目之一 就是希望让不同的业务单位呢 还有成果都得以透过社群呢 可以进入大众的视野当中 但没想到这一次 竟然还是犯下这么大的一个失误 很明显的教育部这边的想法 以及民众之间的思考逻辑 落差还是很大 第二项重点 教育部没有任何外包广告案的审稿人员 只要外包说什么 他们就照单全收 或者是他们本来就是这么想的 这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咯 网友们也说 有可能吗 一般的公家部门的一些招标的公开的标案 怎么可能会没有审查的机制啊 照理讲应该都会层层的把关 以一般的程序上来说 应该也会召集审查委员啦 针对脚本甚至是选角 还有整个拍摄的场景啊 都会再三的把关 所以这一次究竟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第三项重点 妈妈擅自决定挪用儿子的钱 去买她想要的东西 即使是给孙子一样涉嫌亲属间的侵占罪 六个月内儿子都可以提高妈妈 刚才已经说了 但是真的有多少人敢提高自己的妈妈 而且如果这个金额又很小的话 买一个公仔要么动辄几百元几千元 当然也有上万元的预算哦 但是如果改变委托人的意愿啊 擅自把货给退了 甚至侵占这一笔费用啊 挪作他用的话 就算是用在委托人自己的孩子的身上 这很明显的也是违法了 不过这应该要从家庭的交易开始沟通极吧 第四个重点 法律强调个体主义 也就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虽然夫妻间还是会因为家庭的生活费用 而有些例外 但只要不是自己的钱 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 就不可以乱花别人的钱 除非是夫妻之间有特别的协议 对于家用的开销 支出来自同一个共同拥有的账户 看有什么样一个公版的规定跟机制 但属于自己的财产 应该是每一笔账目都可以很清楚 谁的收入 用作什么样的用途 但是人家都说谈钱相感情 确实如此 就算是伴侣 更何况是夫妻都是如此 还是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虽然说这钱用在刀口上 为孩子拿来做教育的基金 买一些对孩子有益的东西也很棒 但是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真的不愿意花这个钱在孩子的身上 而是要拿来做这样的用途的话 也只能尊重他咯 第五个重点 公仔跟婴儿用品都很重要 妈妈如果真的觉得 孙子的用品一定要买 那就启用自己的钱 但也要看儿子愿不愿意接受 我觉得这时就会有一点纠结了 可能会有一点情勒吗 感情勒索或者道德的绑架 究竟是公仔重要还是孩子重要 孩子是一个生命 公仔是不是再买就有了 但我想很多人应该会认同 公仔是限量的吧 之前在PTT也有网友分享 他在转兽他的限量公仔时遇到的一个情境 老公还要带着老婆还有孩子一起来 鉴赏这个要转手的公仔 看在原坡的原理也觉得百般无奈 不管社经地位如何 其实进入了家庭 有些时候需要的就是多一层沟通 第六个重点 有些婆婆很爱买巧克力淋食给孙子 不顾妈妈的反对 还会说我儿子也是这样养大的 不然你是在不高兴什么 这非常不尊重孙子的爸妈 这可能也要回归到这个家庭的主层 其实有主妇主母谈着孙子孙女自然是非常的幸福的 但是有时候在教养的问题上 或者是饮食啦 生活习惯啦 各种不同的养成 如果跟自己的子女的想法是有出入的 有落差的 这时候应该还是要尊重当事人 也就是小朋友的爸爸妈妈 因为毕竟你只是爷爷奶奶 不是你的孩子 是你的孙子 角色别模糊啰 第七个重点 儿子没有钱 还是宁愿把钱花在公仔上面 不愿意买孩子的用品 这是一个选择问题 不是一个育儿的问题 这一点说的也是挺现实的 但是有很多人都会认为 一旦你组织家庭进入了婚姻 应该就要负起爸爸妈妈的角色 身为成年人 应该就可以把这些婴儿咪儿 就是小朋友的玩具 讲的就是这些公仔模型啦 电玩啦 你可以想到的 都应该可以放坐一边 看得比较淡薄了吧 但殊不知有些人赤子之心 或者他就是喜欢收集 或者他就是很爱惜这些 大人眼中的玩具哦 可是对他们来讲 可能有不同的这些意义或价值 所以这绝对不是教养的问题哦 而是一种选择 但是如果他们做了这样的选择 除了尊重之外 可能也得去承受后果就是了 第八个重点 这么关心孙子的阿嬷 还看不下去自己的儿子买公仔 那就应该给儿子多一点钱 而不是挪用儿子的钱 或者是你要是一个很有钱的阿公阿嬷 祖父祖母 你自己出钱啊 如果你觉得呢 子女没有办法给孙子孙女 有更好的教育的费用 基金 或者是一些准备的话 那你就自己掏腰包买单 我觉得这样豪气的 祖父祖母的话 应该也会蛮受欢迎的哦 第九个重点 每个人对于事情的优先顺序 都得要尊重 大不了就是个人造业个人单 自以为成年的儿子选择错误 而帮他做出自己想要的选择 只会养出一个妈宝 这个说的也是 让很多人天天觉得心有栖栖焉吧 我觉得第九项其实在呼应着第七项啊 也就是 不管是买公仔还是买婴儿的用品 它其实是选择而不是教养的问题 家庭成员里互相都要给予尊重 至于到底是对还是错 如果看不过的人 那是不是有能力的人就自己 掏腰包买单呢 而不是擅作主张 甚至是互相的指责或批判 当然啦 我觉得大律师的观察也挺客观的 真的就是个人造业个人单 因为你一旦做了什么样的决定 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需要去承担 第十个重点 少子化的真正根源之一 就是跟公婆同住 请教育部不要再搞错重点了 这样会不会一颗老鼠屎打坏一锅粥啊 我相信有很多的个案哦 是跟长辈或者是跟父母同住啊 或者跟公婆同住 下场应该都还是挺不错的吧 因为如果呢 父母亲都是working parents 双新的家庭 总有人要来协助哦 互相帮忙一下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扶持系统 应该也是挺不赖的 最主要还是彼此关系的建立啊 还有互信关系啊 是不是能够尊重 我觉得respect 尊重真的超级无敌重要的 还有是否有做充分的沟通 最后呢 律师也感叹说 这个教育部少子化的新广告 其实可以跟法务部合作 就朝向这个 亲属间的侵占罪的方向来发展 只可惜呢 教育部的审稿官员 似乎并没有想到这个方向 所以才会让广告黯然下架 如果在后面再加一个part 2的话 会不会好一点呢 唉 说穿了 毕竟大家都是一家人哦 用爱当基础 而不是用爱当借口 Anyway我们现在就先来听到 我们的公益赞助商 HOVA 社团法人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 他们也是用爱来陪伴我们的 视障家庭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下是美国疫情的最新讯息 美国确诊人数高达135万 川普出外 好厉害哦 可以在广播节目中侃侃而谈 而且他还拿起手机开直播 一点都不会确诈 你也可以的 一回生二回熟 只要多加练习 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得到的 嗯 是这样吗 可是一般训练都是提供给社会大众 并没有听说有提供给视觉障碍者的训练方式啊 前几天我在脸书有看到 社团法人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的相关培训课程 提供给视障者参加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们上网查询一下好了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提供了 中途失明者支持 视觉障碍者生活重建训练 每年还会举办 视觉障碍者广播电台人员培训 视觉障碍者舞台表演人员培训 口述电影制作及培训等相关服务 如有兴趣了解 可上网搜寻关键字 HOLVA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 All right, welcome back to Purple Power 小名字包包,我是Dr. Mo,墨镜哥 我是隔壁小王 我们刚从双十年假回来 而这一周的重头戏 当然就是我们10月14号的广播金钟奖 金钟奖接连在两周 从10月14号 还有下周的电视金钟奖 包含了节目类 还有戏剧类 但你知道吗 同时咱们的金马六十 The Golden Horse Award 60th 第六十节的金马奖也揭晓了 今年2023年第六十节的金马奖 已经在10月3号的时候公布了他们的入围名单 今年总共有552部影片报名 包含了78部剧情片 两部动画片 58部纪录片 而短片的方面有280部剧情短片 76部纪录短片 还有58部动画短片 而今年的评审团主席呢 是谁谁谁 今年又请到了我们的大导演李安来担任 Ann Lee 她之前已经担任过了 能够再请回李安导演 很不容易 而今年的入围大赢家 出乎意料的是一部马来西亚的历史电影 是2023年金马银展的开展影片 五月雪 一共入围了九个奖项 九个奖项 位居榜首哦 这九个奖项包含了最佳剧情片 最佳导演 最佳女配角 最佳改编剧本 最佳摄影 最佳造型设计 最佳原创电影音乐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最佳音效 整整九个奖项 而且很厉害的是 里面刚才所提到的最佳女配角 竟然还是来自我们台湾的 演员 slash 女歌手 也就是万芳 另外呢 演唱这部电影的歌曲 也是万芳主唱 那这部电影究竟在讲什么 因为毕竟我们在台湾 只知道它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纪录片 这部电影呢 其实是献给 所谓的513事件的 罹难者跟幸存者 这个513事件呢 是发生在1969年的5月13号 马来西亚当时的吉隆坡 文良港发生了马人跟华人的冲突事件 引发了搏斗 罹难者拿到上百人 简单的说 就是族裔之间的冲突 大家也都知道在马来西亚 最大的三大族裔 就是所谓的马来人 华人 还有印度人 而入围第二多的呢 就是去年的票房夯片 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总共入围八项 很多耶 很多人就说 关于我家 那只是鬼的事 还是我们一家都是鬼的事 总之片名有一点长 大家就简称它叫鬼家 究竟入围了哪八项 包含了最佳剧情片 最佳导演 两位最佳男主角 最佳改编剧本 最佳动作设计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还有最佳剪辑 哦原来是最佳男主角 同时入围了两位 也就是本片的双男主 许光翰跟林伯红 演鬼的那一个 如果把男主角只算一个的话 他其实只有七项入围 但是因为有两个 所以还是算两项 另外呢 同样也是入围八项 并列亚军的 就是《义起》这部电影 这个就是在讲述 疫情期间的感人热血片 究竟入围了哪八项 包括最佳剧情片 最佳男主角 最佳摄影 最佳视觉效果 最佳美术设计 最佳原创电影音乐 最佳剪辑 还有最佳音效 他可是没有双男主 入围的状况 扎扎实实 就是入围了八个项目 说到每次的颁奖典礼 当然每个奖都很重要 不管是幕后 还是幕前的奖项 但是庸俗如我们 大家最猜一单 就是谁是影帝 今年的影帝之争 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 因为五个都是帅哥 不仅是帅哥 各个小鲜肉 面容好 样貌好 身材也不赖 演技怎么样 大家就各自看一下 今年的两位影帝的入围名单 来自同一部电影 就是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由许光汉跟林伯红 同剧演员捉对厮杀 很多人都戏称 他们是夫妇内讧 因为他们演的 好像其实也不算B.O. 好吧 但是就是B.O. 另外还有在《富都青年》里面演出荣雅人士表现精湛的吴康仁 吴康仁这次当然也要挑战这个荣雅人士的角色 有很多的揣摩 演技上也是相当的细腻 还有在《疫情》里面饰演疫情时期 人性拉锯的医生王伯杰 天人交战 文伯杰过去的演出至今到单杆男主角的演出 其实他的表现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还有最后 今年有着亮眼的突破 有风魔般演技的阮晶天 以周楚楚伤害这部片入围的最佳男主角 大家都说这根本就是本色演出三道猴子在线 而其实他跟导演也有一段破冰的过程 煞事有趣 究竟谁会是本届金马六十的影帝呢 小王 我们来预测一下吧 你觉得在这几位男主当中 谁最有机会突出 那我就选择 今年以本色演出的阮晶天 我觉得他夺金的几率是挺高的 对曾经演过美国女孩演技听战 另外呢还有以田慈然入围的中雪莹 还有以本日宫休入围的陆小芬 以及以白日之下入围的余香宁 哇这一组呢究竟要怎么比呢 很多人都认为说好像有点陌生 但其实他们都默默的在影视圈里面都有作品的累积跟精湛的演出 我们再来评估一下吧 听众朋友你也来猜猜看谁是最后的影后 小王觉得呢 我觉得这次影后跟影帝落差真的有点大 影帝大家都有手能想 而影后呢 大家就名单有点陌生 但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给老戏骨 本日宫休的陆小芬 陆小芬睽違二十几年再度当刚演出电影 而且还是女主角 而先前也已经得奖了呢 当然是国际的奖校 那你选了一个资深的前辈 那我就选一个小朋友 也就是在小小里面当刚演出女主角的 林品童小妹妹 好我们到时候就看看到底是谁胜出 结果完全都不是他们这几个人 再来呢我们要瞧瞧 缅言的三金奖项 不管是金马啊 金曲啊 金钟啊 都很在意的就是 新人辈出 谁是我们的新人王 这下新演员的部分呢 这次有以复都青年入围的邓金皇 还有以请问还有哪里需要加强的洪于洪 说到洪于洪好像有点陌生 但其实他就是春风 诶真的假的 你说那个911里的春风吗 没错 他今年入围了最佳新演员 哇恭喜耶 挺厉害的 还有以少男少女入围的胡雨恒 以及以单愿人长久入围的谢永兴 还有以青春并不温柔入围的叶小飞 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也很难抉择吧 我们也不为难了 因为这样听起来 你如果没有时常在留意影视作品的话 你大概可能只知道911里的春风 但是连连他的本名都认不出来吧 Anyway 我们再来谈谈一个 今年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奖项 也就是电影的主题曲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入围的部分有 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情的 亲爱的对象 你是说Jolin蔡依林吗 没错 所以Jolin也达成入围金马的一个名单 以及以复都青年入围的这首歌 一路以来 演唱者是片山梁太 OK 再来是以老狐狸这部电影入围的 焦啊 演唱者是动力火车 我喜欢的Power Station 还要以五月写出部电影入围的五月的人 演唱者是万芳 我还以为是游鸿鸣 好 是万芳 刚才已经有提到咯 这部马来西亚的纪录片 还要以本日宫修这部片入围的最佳歌曲 同款 港款 演唱者是红沛鱼 我多人觉得小王 你还蛮适合去当金马司仪 Annuncer的感觉 这一首呢 就是今年乐腾腾刚出炉的 金曲新人王红沛鱼 今年红沛鱼真的是蛮旺的呢 马上就达到了两金入围的记录 真的 一键魔十年了 一出招就知道有没有 赶快来跟我们金钟比划一下吧 好 那这个奖项 咱们也可以来预测一下吧 因为这些人物咱们也算熟悉的 你也来预测一下 谁会投下咱们金马六十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我预测应该是得知入围之后大喊不敢相信的蔡依林 哈哈哈哈 酒令吗 好 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我就继续押给我们的金曲新人王红沛鱼 听众朋友你们也买好离手吧 看看啊 今年的金马六十还有哪些出乎意料的作品 大家也记得哦 上映之后追好追起来吧 金马银长也非常的精彩 再搭配口述影像的版本也可以加回我们的视觉不方便的观众朋友们 也请我们继续一起努力哦 跟着HOVA HOFA社团法人台湾视觉希望协会 协助文化部 协助影视文化局 NCC 各大通路 各大平台 都让我们的content 让我们的影视内容 真正达到五障碍 而且通用 以上呢就是本周的精彩节目内容 我是Dr.Momo 金哥 我是隔壁小王 记得same time next week Bye 每年呢 從最早的金曲金钟到金马 三金公布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板方上立刻加上一笔 究竟有多少人 已经得到 三金入围的记录 这次金马公布之后呢 已经有10个名人 10个艺人 曾经入围过三金了 第一个是许光翰 金钟两次 金马一次 金曲一次 卢广仲 金钟一次 金马一次 金曲5次 金曲5次 而且他是每一座都到手哦 他不只是入围 蔡正南 金钟7次 金马3次 金曲2次 陈竹生 金钟3次 金马1次 金曲1次 杨成林 金钟3次 金马1次 金曲1次 于子玉 金钟4次 金马1次 金曲3次 李迁纳 金钟3次 金马1次 金曲1次 高惠君 金钟5次 金马1次 金曲1次 乱坛阿翔 金钟2次 金马3次 金曲5次 还有吴念珍导演 金钟2次 金马11次 金曲1次 他也入围过金曲奖 OK 我有吓到 而且吴念珍导演呢 在金曲奖还入围的是 最佳方言歌曲 作词人奖哦 我以为是最佳方言男歌手奖的